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上乐园 迷马高原 迷马Land 在80年代是轰击一时的主题水上乐园 迷马Land 在1971年开张位于KL Gombap 也是马来西亚第一个大型水上乐园 由于被树林包围里面还建了一座大型恐龙主题乐园 也吸引许多外国游客前来游玩 尤其是小孩都非常喜欢到那里玩 除了大型恐龙主题乐园 还有一个超大型的湖水 可以让人划船和钓鱼 湖水的另一边 还有一个全东南亚最大型的泳池和滑梯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各种年轻人喜欢的玩意 如碰碰车 过山车 旋转茶杯 巨大迷宫 以及森林越野区等等设施 让许多大人与小孩都流连忘返 只要是假期 这里就会出现大量人潮 直到1992年发生过轰动全马的命案 一名来自新加坡的27岁游客 曾在那里的大水滑梯发生意外而伤命 根据消息 该名游客是在泳池里溺斃 接着 该地区还曾经发生了一系列的意外 加上土崩事故 造成泳池严重受污染和许多安全问题 为了游客安全 迷茫连做的进一步改进 于1994年 关闭整修之后 就没有重启过了 关闭至今 已经荒废整整超过26年 迷茫连如今已经变成一座 茂密森林的鬼城 荒废了那么久 再加上关闭前发生过的种种意外 不免传出的各种恐怖的传言 据说 前来探险的人 说听到女人忧愿的哭声 走路无端端 会扭上脚 等等怪事 南疆高峰塔 Highland Tower Highland Tower 属于1977年至1981年间落成 高峰塔共有三座高15层的公寓 属于高级公寓 1991年 雪州政府重新开发淡江地区 淡江高峰塔 后山地段也列为发展区之一 随着政府大量砍发在后山的树木 导致土壤直接暴露在雨水及空气之下 微热后的塔楼惨去埋下火根 另外淡江地区的土质松软 不适宜建造10层以上的大型建筑 可开发商不仅对此直指不理 甚至为了让大楼适应土质而把地基打建 造成土崩发生时 地基无法抵挡泥土的冲刷 造成大楼坍塌 除此之外 开发商在A楼及B楼底下加建排水系统 因厚山过度开发 在经历雨水冲刷后 泥水全速涌入改排水系统 使大楼护土墙被重垮 公寓范围开始出现水流倒灌的现象 于1993年12月11日 大量的泥土不断冲击着A座大楼的低级 相当于200架波印77克级的总重量 这些泥浆让A座大楼的地基不堪重负 于12月11日下午1时35分开始倒塌 并于5分钟之内完全坍塌 这场意外造成48人死亡 B楼和C楼马上被列为围楼 B十两栋楼约73户业主撤离 并黄飞之情 在那附近工作的人说 他们往往在夜晚时 都会听见里面传来哭泣声 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寻找 都找不到哭泣声的来源 也有人进去探险时 时不时会听到小孩玩耍或追逐的声音 还会发现会有一双眼睛 点正看的感觉 Polyclinaturus Polyclinaturus在以前其实是叫 Lady Templar Hospital 由于因为一次的冷气系统出现问题 导致长屎香的所有尸体的血 开始流出来 流到整个地下室都是血 极为恐怖 从此之后 这一院就开始 纳鬼了 根据有关管理员表示 这家飞机长达20年的旧城所 确实存有灵异物体 尤其停止房内 因难产不知的女鬼 最不喜欢被人打扰 曾有记者进去城所内探险 拍到照片可看到 模糊小孩的声音 诡异的老公 还有 长发女子的声音 曾有人说 他们在这家医院 看见像是病患的灵异物体 在走廊游荡 虽然没有一个戒缺的证明 去证实这家医院闹鬼 但是 有多数人都说 他们在踏进医院时 会不由自主的感到恐惧 鸡皮疙瘩 和一股冷液 这家医院现在已经被翻新 改造成一家新医院 至于灵异物体还存不存在 就看你信不信了 槟城市中分校 68年前 槟城有一间中国驻领事馆 而当时的领事馆 就位于乔治市古籍区的十种分校就职 位于槟城的十种分校 建立于1880年 在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占领时期 曾是日本军营 后来也被英军动用过 直到1949年才恢复为小学 可是再不久 就发生了些恐怖事情 据说 有一位学生不知何故 在这些学校自杀后 这些学校就好像被诅咒 包围着 不间断传出 深深刺杀的消息 以及领异事件 校方为了安全考量 才决定进行搬迁 封闭学校后 有发展上想要改建改地 但在动途时 一直发生不幸事故 因此而被逼停工 并称十种分校荒废至今 而导致十种分校就职 变成了不折不够的闹鬼区 维多利亚中学 维多利亚中学 维多利亚中学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 建于1893年 已有127年之久 由于学校悠久 闹鬼故事从未间断过的传出和发生 而且在日本殖民时期 也被日军正用为军事基地 据说 这所学校地下室在日本殖民时期 被日军设成地下刑讯室 用来拷问俘虏的人 直到折磨自私 有好多学生都站出来说 他们在学校内遇见灵异无体的故事 或是听见日军整齐的草布神 和学生背负神等等 当中最广传的为 就是一名男学生 不省人事地倒在学校顶楼的水箱旁 在被人发现后 这名男学生说 自己只记得在昏迷前 她是像一名 独自一人在学校游走的女生 伸出援手 至于为什么会再顶楼醒来 她自己也不清楚 也没人知道原因